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本次由Power Platform中文社区和微软react联合主办的线上分享 本期分享由微软最有价值专家徐鹏老师将为我们带来他的独家Power BI方法论 Power BI数据分析八步法 理清数据分析学习关键拆解数据分析方法论 结合实际场景中的数据分析案例 助理我们更高效的使用Power BI 那么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由徐鹏老师为大家带来分享 OK 大家好 今天的话就是非常有幸和大家来一起分析有关我们Power BI数据分析的八步法 那这八步法可以说是我们由于在给我们客户的线下的培训当中 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 你今天的课程很好 但是的话问题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分析 所以他这个问题启发了我说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论题 来告诉大家说 你即使是个小白 即使你是一个不是对Power BI那么熟悉的人 那么你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Power BI的数据分析八步法 来了解到说 我怎么样由我们的弱的数据来构造出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报表 让老板说 看到这个报表说 能够做更好的一些决策 那么其实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分析的这个过程呢 一共有四个小章节 那么这四个章节的话 前面小三个章节我们会比较快的过一遍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会把数据分析八步法究竟哪八步 然后应用到我们实际的案例当中 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 就是三肩芦苇 就是头重脚筋 筋根底浅 那么三肩竹筋 就是涉及到嘴尖皮后副中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我们虽然说了这样的八步法 那么八步法怎么应用到我们的实际案例当中 那么我们会在这样的第四个小节当中 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案例啊 就是我们从豆瓣电影的网站去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来分析一下 到底我们怎么样通过数据分析八步法 把我们怎么样结合的 通过报边分析结合的很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 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那我叫徐鹏 那么可能在早期的这个论坛上 可能会有些人比较熟悉我 那么我之前的话是做微软的一些基础架构的一些专家 那么基本上像AD啊 Exchange啊 像Azure啊 Office 365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话 我们会在论坛上出现的比较多 那我同时的话也是CSDN的博客专家 也是51CTO的高级讲师 那么早期的话我也参加过TechAD作为优秀讲师出现 那么另外的话我曾经在宏极商软以及微软先后工作 那么服务了很多的一些世界500强的企业 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优化以及培训的服务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我觉得在我们后续在做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帮助了企业 也帮助了自己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历还是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就是不管是传统企业还是比较先进的制造业 那么大家都碰到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进行数字化转型 我们怎么样数字化辅助我们的业务的成长 那这时候的话Power BI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是 但是 这里要加一个但是 就是转折 为什么要加这个但是呢 因为我们发现80%以上的企业Power BI用的都很不好 那么就像我们前几天拜访了一个客户 那么他就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 老师 我们现在有6000多个报表 跑在我们的Power BI的这个上面 但是我们觉得很痛苦 那痛苦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用户 他在了解Power BI的话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我们为什么叫一条腿在走路 这里面的话其实涉及到说很多的用户的话 忽略了在Power BI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件 叫做Power Query 那么他们在很多的一些业务计算和应用当中 把Power Period攻上神坛 但是忽略了Power Query的这个组件 那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走路起来是 左脚Power Query的话基本上没有在用 那么Power Period在用 所以走路起来一拐一拐一拐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目前当中碰到的最常见的问题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今天数据分析八部法 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究竟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的八部法 让你了解到Power Query在整个的Power BI当中 它的权重是什么样子 OK我们先来给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痛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不好Power BI 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发现 从2020年下半年疫情开始的下半年开始 那么咨询我 还有购买我的课程的人 同学越来越多 那么他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学好 或者不知道怎么入手 那这里面的话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痛的痛点 那么这些痛点分别是什么 目前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Power BI非常火 那么非常火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来说 大家都在谈一个问题 数字化转型 那么数字化转型的话 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概念 那么目前很多企业的话 就邀请一些外部的顾问公司 去做他们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服务 但是我们发现 数字化转型的话 它不是由外部来推动 我们在现在很多企业的话 就方向走错了 他觉得说我邀请一个类似什么爱生哲 还有类似其他的一些顾问咨询公司 来帮我们企业做数字化转型 我觉得看得到方向 其实并不是这样 邀请爱生哲 还有这样的一些大的公司 可以帮助我们做信息化的转型 但是他做不到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话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从由内而外的这样的一个转型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就能够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基本的数字化 迈向说我们企业的内部的 可用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因为作为信息化转型 已经差不多走了十几年的 这样的一个历程的企业 很多的一些现实的 这样的一些制造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究竟我们怎么样 把它变成一个外部可用 或者内部其他的部门可用呢 那相对来说 现在很多企业在做了一个尝试 我们经常听到说 我们要做数据中台啊 或者我们要做那个数字化转型啊 但是大家都找不到方向 原因是因为什么 然后的话是因为 它这里面沉淀了很多数据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觉得一个外部的企业 进来能够带给你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化转型体验吗 它不了解你企业业务 或者是它把你的业务 欺负得很多 你这时候的话 你觉得它能做得很好吗 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 其实就会提到说 我们从企业 由内而外 由内 首先从内部进行转型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什么样的工具 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能够帮助企业 能够顺利的时间数据化转型呢 那这时候的话 就Power BI 所以Power BI的话 其实最近真的很 我们叫做大火 大火 那对于我们所说的 Power BI的学习资料 也非常非常多 那么大家不管是去 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 去搜索我们的 Power BI的学习资料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价格高的 价格低的 免费的 那么这样的一些 学习的资料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的话 有的课程 基本上我们叫做什么 割韭菜 割完了韭菜以后 就可能 你可能什么都没学到 那原因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它这个的话 过多的强调技巧 过多的强调说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实际的一个应用当中 你能解决A问题 但是的话 它不能帮助你 解决B的问题 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大多数人学到的感觉 是学了个寂寞 钱也花了 时间也花了 我们还是没有 摸到Power BI的门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 财务的数字化展型 那财务的数字化展型的话 你可能学到了 网上的某一门课程 或者花了一定的时间 去做学习 你发现说 这个的话不能被复用 比如说我们财务的 现金流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 我们没有办法去应用到 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将来的一个预测 那原因是因为什么 导致你又花时间去学习 那原因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叫做 学会三巡 那这里面我们借用了 赵雷的一个歌 叫做理想三巡 那么理想三巡的话 就是大家觉得 自己买了课程就会了 我学了就会了 另外的话 就是最重的也是 毅力 不知道怎么去学 这个的话 其实有些人的话 是有毅力的 但是学了以后 他不知道 怎么去了解我们的Power BI 比如说他不了解 Power BI到底有几个组件 所以在目前说的 你百度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 Google也好 你发现说 你Google到的 这个内容都在 叫什么 X 另外Power BI 有什么组件 我们这时候的话 讲Power BI的话 有Power BI Desktop 那有Power BI Online Power BI的Report Server 那这样的一些组件的话 究竟我们怎么用起来 那很多的一些用户 很多的一些学员 他不知道 对吧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方式 做一个改造 做一个改造 那么究竟我们怎么样改造呢 那其实语言整个需要通过 了解我们Power BI的全景的同时 你要知道说 我有什么的一个方法 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 Power BI是否有学习方法 其实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是什么 工具加思维 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说你光有工具 那你没有思维 你觉得你能学好吗 那你拿最简单的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在桌面上的工具 Excel 那么Excel的话 它的这个学习方式有很多 那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一些教程 就是你在Google或者百度 去搜索Excel 那相当于说 可能它的这个数据量 是超过了我们的Power BI的100倍 但是呢 就是说你只学会了这个工具 但是没有办法去套用到相对那个思维 去把它做更好的一个分析 因为它都是一个一个的具体案例 比如说你在Excel当中是 Excel当中是解决我们提到财务问题 HR的问题 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Power BI的话 它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Power BI的话它是一个我们叫做 泛思维化的工具 什么叫泛思维化的工具呢 因为这里面的话 如果说你完全的套用Excel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对我们的有些朋友来说的话 他学Power BI 为什么就学Dex函数呢 这是我们把Excel的思维带过来 所以我们在学习Power BI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是一个泛思维化的东西 我们需要结合我们的工具 加上我们的思维方式 才是更好的学习的方法 那么大家看一下 就是首先第一个条件 我也拜访过一些我的客户 那有些客户的话抱怨很多 他说我很讨厌数据 我很讨厌数据 我不喜欢这个数据 但是我需要这份工作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具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你能学好数据分析的这个 学好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内容吗 你是学不会的 为什么学不会 原因非常简单 你如果说不爱做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不爱它 那你一定会存在天花板 你也突破不了 因为你觉得它是一个拖累你的 就是你首先来说 你做一个数据分析师来说的话 从入门开始 你就要说准备好说 我要爱数据分析 就像就是你很爱你的女朋友一样 你如果天天烦她 你觉得你们的爱情能长久吗 是长久不了的 所以说在学习数据分析 以及我们进入到数据分析的门槛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的话 你要爱它 你要爱它 这个的话 也是我们曾经给很多的一些企业的客户 一个忠告 所以我说你如果真的不爱它 你就趁早转型 那么另外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分析行业的一个金字塔 那也是我们提到的一个门槛 那这个内容我们是经过了数据 经过网上去进行一个筛查 来发现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金字塔 那么在Excel的市场的话 目前来说有80%的人是卷在Excel里面的 但是我们知道Excel是有天花板的 那因为对我们来说 如果说你的职位 从我们基本的数据分析人员跨到我们的轻BI 跨到经理级别的话 你的数据量可能不会像Excel 只有10万条这么简单 你可能有来自说 我们的HR的系统的数据 那么你有可能来自于业务系统的数据 或者来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那么这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用Excel的话 它有一个非常硬的硬伤 就是说如果说它超过了10万条的话 卡慢 以及导致我们分析的这个结果 有时候呈现不出来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去熟悉我们这个内容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的话就会说 我用Python是不是可以呢 Python的话 它突破不了Excel的这个 最大的一个门感 也就是说1048576行 那么如果说你涉及到说 我们要用Python去进行 我们的数据的分析的过程当中 它的Excel的硬伤是存在的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的数据真的需要 用Python去进行商业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觉得它的数据量有多少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数据的量 基本上超过了1000万条的时候的话 我们才真正要的Python 那包含我们去拜访一些客户的时候 那么客户的话 他们说有学Python 然后的话 我在对着下面的那些客户的成员就说 我说你们究竟谁学会了Python 通常来说10个里面不超过一个 10个里面不超过一个 为什么会呈现这种情况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Python当中 它是有定的门槛的 比如说你安装 然后模块的调用 模块的方法 模块的函数 那么其实这样来说的话 对于如果说你的数据只有10万 到1000万之间 那么你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替代我们的Python 来进行我们的数据分析呢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替代我们的分析呢 那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涉及到说 这里面正好是Power BI的市场 如果说你的数据的量 正好在10万以上 然后正好在1000万以下 当然的话 1000万以上到一个亿的这个区间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说 你如果说数据刷新的话 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那么这时候的话 可能就是涉及到说 有一千万条以上 或者一个亿以上的数据 那我们交给专业的工具去做好了 那现在来说的话 轻BI的市场 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0万到1000万 所以大家在10万到1000万的时候的话 大家记住 你可以用Power BI完全能够解决你的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整个Power BI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它通常来说的话 除了我们的工具之外 然后同时要加上相应的一些方法论 才能完成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过程 那么目前说的话 我发现非常多的一些 包含现在的国内非常多的一些视频网站 他们都在强调什么 我用dex阐述 那么曾经有一个学员发了一个dex阐述给我 他说老师你来帮我看一下 获取为止的这个方式正不正确 他就把其中非常非常多个表 然后结合在一起 然后给我看 我说天哪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说你其实直接用Power Query的话 只要一个按钮你就可以实现 为什么你要在这里面用这样的一个函数来做呢 他说我觉得Power Query很难 我说难你你就不会了吗 这样就回到我们开始讲的初期 就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走路 如果说你设计到说 我将来的话只要一条腿走路 那么我们就可以只用dex阐述就可以了 是吗 其实并不是 那么我们在学会dex阐述同时 我们需要做什么 需要在这里面去学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Power Query Power Query能做什么 Power Query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数据的清洗 完成我们的维度表的提取 完成我们的日期表的构造 那么当然也很多人说 我直接用dex阐述不行吗 那大家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要遵从我们的一个方法论 当然我们这里面方法论并不是唯一的 而是我根据我的客户 根据我的学员提出来问题 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话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呢 那这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构造了这样的一个八部法 那么也有人说你这是不是天龙八部啊 我说天龙八部的话那个乔峰打出来的是降龙十八掌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天龙八部中的八部 那么你利用这样的一个八部法就能完成我们数据从弱的数据到我们的最终的数据的一个展现 那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究竟是什么的一个八部法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话第一步就是我们的数据的多元集成 那实际上这样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学员 他就只有这个数据多元集成 然后的话再进行我们的度量值的构造 然后再选择视觉对象 通常来说对他们来说Power BI只有三步 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八部呢 为什么有一个数据的质量分析和数据的清洗很重要呢 那我们接着来说的话 其实有一个蛮现实的一个状况 什么叫蛮现实的一个状况 就我们很多的一些用户啊 他从来不进行数据质量的分析 不进行数据的质量分析 也就是他并不清楚他的数据的质量究竟怎么样 比如说老板给你一个数据 然后的话你把这个结果算出来 然后他也不去做一个验证 这个结果到底对还是不对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这时候的话导致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导致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进行质量分析的这个过程当中 质量分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不太清楚我们的数据的最小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多少平均值是多少 那这边的话我们有些朋友的话可能学过python 那么学过python的话他一定知道说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处理数据的一个离群点 什么叫离群点 就是我们的数据的偏离枝过大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数据的平均数的上三倍 下三倍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 我们的数据其实都是称为离群点 那这样的一个离群点的话 其实都是会存在相应的问题的 但是的话我们在Power BI当中 有没有方法来知道这样的离群点呢 那这里面的话当然是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但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说我们的空值处理 错误值处理 在Power BI当中可以实现吗 你用DEX材数能实现吗 DEX材数只能做计算 大家注意一下 DEX材数的话它多数的情况只能做计算 但是它没有办法进行我们的数据的质量分析 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学Power BI的人 忽略到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重点 这是我们在学Power BI重点中的重点 也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数据 你不光要爱它 你要知道它长 就是说一个美女 你要知道你说你爱它 对不对 你要知道爱它的什么 它到底有些怎么样的缺点 我需要忍让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我要特别的喜欢 那将来的话 我们的数据的清洗的过程的话 你不能依赖于说我感觉 那么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有非常多的一些伙伴 他都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我感觉上 我应该把这个数据 就是放在我某一个区域当中 我感觉应该是小于某一个字 那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做数据分析 不能靠感觉 因为你本身来说有这么多数据 你一定要说 我这边的话 一定是要根据实际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这个过程当中 来了解到我们的数据的质量 究竟怎么样 那么第三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数据维度的提取 那么什么叫维度提取呢 那么有些朋友的话 可能就说 我的这样的维度提取 类似于我们的日期表 那么是不是维度 当然是维度 那么第四点 就是日期表的构造 那也有些朋友的话 说我们不能用Kend 或者Kend Auto来做吗 那这里面的话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组件 那么第一个组件 是Pow Query组件 就是把所有的需要计算的这个内容 全部都放在Pow Query阶段来进行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Pow Period阶段回归原始 它的一个功能 因为Pow Period强在什么地方 它强在我们的数据的计算 那么计算的话 我们交给Pow Period的组件来完成 那最后的视觉对象的话 是Power View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 在我们学习Power BI的过程当中 什么是 Power BI当中有些什么组件 我们才是比较Kend 那这一点的话 大家一定一定要 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的话 就是涉及到说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完成我们的视觉对象的选择 以及我们视觉对象 怎么样优化 才能让我们的一些用户呢 真正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让我们的视觉对象更漂亮 那其实这里面的话 涉及到一个重点的话 我们视觉对象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你选择错了 那么曾经我在给我们的用户培训的时候 问过一个问题 他说 我说如果说你要用一个 用一个展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趋势图 你用什么合适 那么有些人回答出 丙图 我的天哪 你能用丙图展现趋势吗 然后的话 他们也没有 也没有说什么 趋势图最好的 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什么 柱形图 以及我们的折线图 来展现我们的趋势 所以这样的八步法呢 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整个的去了解到 我们的数据的分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把这样的一个八步法 详细的给大家来分析 来一个一个的过一下 那么数据的多元集成的话 很多朋友的话就理解的会比较透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来源是CSV 来源我们Excel 来源我们的XML 来源我们的Json 或者来源我们的Web 或者是来源我们的Oracle 来源我们的PostorCircle 以及我们的MyCircle 我是不是都可以集成 没问题啊 那么有些朋友的话说 我发现我的Power BI 不能连MyCircle 或者不能连我们的Oracle 什么原因呢 那就需要去装我们的.NET的组件 实现我们的OLE的DB 到我们的目标的数据库连接 像Oracle PostorCircle 以及我们的提到的MyCircle 你都是需要去安装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数据来源会比较多 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话是固定的一个数据表 你来源某一个数据库 那么关于销售的某一个表的话 可能来源另外的一边 所以这里面的话 涉及到说我们的多元的数据集成的话 是可以在我们PostorCircle当中的第一步来实现的 那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的质量分析和清洗 那么实际上这一步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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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 会发现它的问题非常明显 那么曾经有一个 我有一个客户 他说老师你来帮我看一下 这个我写的这个值 度量值对不对 那么我反过来问了他三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你觉得你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他说如何来确定数据有没有问题 我说这个很简单 就是首先你要告诉我 你的数据是不是被你清洗干净了 你的清洗的这样的一个依赖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他告诉我说 我好像凭的是感觉 然后我连过去一看 发现有非常多的复数了 我问他 我说你的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复数呢 他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你的那个最高的离寻点 怎么会有那么高 他说我不知道啊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其实是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用户 实际上碰到的一些问题点 那这个问题点是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里面的话 没有去得出这样的一个 可以依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内容的话 你将来的话完成我们的数据清洗 是完全不行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做数据分析当中的话 我们首先第一个 你只要知道你这个表当中有多少行吧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这个表有多少行 对吧 我这个表是十万行 一百万行 一千万还是一个亿 然后的话你说我不知道 然后表中的空行有多少个 你说这个的话怎么算呢 我不知道 我像很多的一些用户的话 通常做法是 要么就是在dex函数当中 使用non-blank这样的函数来计算 那么要么就使用什么 要么就在powerquare当中 直接点右键删除空行 这种做法对还是不对啊 其实都是不对的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你针对空宿数据处理的话 有很多种方式 当然我们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 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们进行我们小区房价 房价里面的这个评估 那么在小区房价里面的评估的话 如果说它房价这一列有空置的话 我们最好的填充方式是什么填充啊 我们最好的填充方式是用零禁止填充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是涉及到空数据当中会有说 这里面有一个空航当中有重数填充 平均值填充中位数填充 还有涉及到说我们可不可以删掉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如果说对房价来说的话 我们用零禁止是比较合理一点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如果填充中重数 那么结果它会拉高我们的平均值 或者拉低我们的平均值 那么我们的中位数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我们中位数呢 将来重数可能就是你的中位数了 中数就是你的这个平均数了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表中当中的一个最大值最小值 还有它的一个平均值是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说将来的话 我们完成我们数据的异常值的一个处理的话 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 通过了解到说我们的最大值最小值 还有我们的平均值 它的差分别有多少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在我们的PowerCrate当中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函数 叫做table.profile 我不知道大家没用过这个函数 我发现我拜访过的客户 我十个人里面问 有九个人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所以他们直接就导入进来的话 直接就进入到计算的过程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做法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做法 OK那完成了第二步之后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做什么 数据维度的提取 那么为什么要做维度提取呢 那这篇话涉及到说 我们提到的一个大表模式和小表模式 那么大家知道说在Excel当中 我们要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那么我们只能把所有的数据 整合成一张大表来进行分析 然后在我们的数据透视图 进行我们的数据透视 那么在Excel当中默认的情况 当然Excel的话也支持多表透视 那是它是我们的PowerPivot的组件 那么在我们的Excel当中的话 默认来说的话 你如果要做单表透视的话 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合并进来 然后你再按照这个左右左右 来分进行一个透视 那结果就会产生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内存 以及CPU的消耗 那么对有些朋友来说的话 他觉得说 老师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机器这么卡呀 这么慢呢 什么原因呢 那这个的话其实原因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你在数据分析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使用的是这种大表模式的话 因为它的资源消耗全部都在你的机器的计算 CPU计算以及我们的内存当中 那内存消耗越来越高 那么就会不会出现溢出 导致你的整个机器死机 是不是会有这种可能 那么在Power BI的这种分析的思路 我们就倒过来了 它就不再追求我们提到的大表模式 我们用的小表模式 那其实你的很多的一个大表 你也可以按照需要分成一个一个的小表 那这小表就变成了什么 维度 就是维度 那对维度这个概念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班级里面有52个学生 那么52个学生 他一定会有他的特征 那这52个学生总体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什么 事实表 那么这52个学生究竟有什么特征呢 究竟有什么特征呢 那这个特征的话 其实就是说 他第一点 他一定是个男孩子 或者是个女孩子 对不对 那第二点的话 他可能是位于10岁以上 或者10岁以下 或者他的身高是位于1米55以下 或者1米55以上 他是不是具有这个6个特征当中的任意一个 你不要告诉我没有 每个人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成我们这样的一个魔方 那么在魔方当中的话 他的任意的一个小的区块拿出来 他都是一个什么 具有数据特质的这样的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说 1米55以下 10岁以下的男生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我们提到的一个cuber 所以他这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数据 切片切片切片 那么维度的话 就是我们的切的这个刀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其实就涉及到说 我们将来的话 如果说一个表太大了 你就是说发现说 这个列很多 这个列的这个内容很多 那你就要把它变成小表 小表的话才能帮助我们去 做Power BI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 那么同时也帮助你能了解到 你当前的数据有多少种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100万的行的数据 那我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100万行数据当中 你能把客户 我们有多少客户得出来吗 你说我不知道 那么你能得出我们每个客户的 这样的一个 他所数的一个审吗 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审在给我们做生意 你说我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在做数据分析 首先第一步的话 就是首先你要了解数据 那么除了我们的数据清洗的过程之外 我们数据维度提取也很重要 那么数据维度提取的话 就是把这个大表 一个大表转成我们的相对应的一个小表 来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我们要在Power BI的数据分析过程当中 旺季大表模式 小表模式效率更高 但这里面又产生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我们到时候应该怎么去 把这个数据做一个关联呢 那这里面的话 涉及到说我的这个关系的构造 那么在这个维度提取之后的话 我们是我们的第三步 那第四步的话 就是我们的日期表的构造 那么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叫爱因斯坦 那么他说过一句话叫做时间不存在 那么他这是从我们的量子 量子物理 以及我们所提到的一个 相对论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一个维度 但是对我们实际来说的话 我们能够感受到时间 但是我们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呢 时间对我们来说还是存在的 因为如果说不存在意味着 有过去吗 你上个月是过生日 没有对不对 你去年多少岁 你明年多少岁 那对一个公司来说的话 如果说没有时间 你上个月业绩多少 下个月业绩多少 现在业绩多少 没有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构造我们相对的日期表 那么构造日期表的话有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面去完成我们的日期表构造呢 非常简单 我们在开始也说过 就是回归PowerPivot 让他只做数据的计算 那么也有些朋友说 我用Calendar CalendarAuto我就可以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说当然可以 只是我们这样的八步法 把这个日期表的构造的话 完全交给Power Query来做了 而不是在DEX禅数当中去进行计算 DEX禅数说 有的人觉得很简单 其实Power Query更简单 那么完成了第四步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前面Power Query的这个步骤 就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我们第五步 关系的清理和构造 那么这时候的话 其实就涉及到说 我们关系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才对的 那么实际上在Power BI当中 我们的关系的话基本上都是一对多或者一对一 那么有些情况的话会存在多对多 那么我们不建议多对多的时候建立关系 因为这时候的话你通常来算的结果不对 不对 那这时候你需要把这个两个表当中 都可以变成你的事实表 然后变成我们的相对一个维度表 然后去进行两个表之间的控制 那这一步的非常重要 那么Power BI的话特别容易在这一步犯错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朋友的话 其实他也不看这个关系建立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当前有一个叫做进货表 然后有一个出货表 那进货表当中有一个字段叫做ID 然后它的格式的类型是一个数字类型 然后出货表当中也有一个ID 然后这里面的话也是一个数字类型 Power BI的话能够帮助你 就是检测当中 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首先第一个名字一样 类型一样 它会给它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这个关系是对的还是错的 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错误的关系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错误关系 就会导致你接下来度量子构建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就是讲到说 度量子的构造的话 其实是需要正确的关系的 如果说你关系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结果毫无疑问也是错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去构造 度量子的时候 首先是第五步 是第六步的前提 如果说你第五步错了 那么你第六步的话 绝对算不出正确的度量子 那么接下来的话 第七步就是选择合适的视觉对象 那么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样的合适的视觉对象有哪些 一共有 目前来说在表格有很多种 比如说什么涉及到非常前卫的 像什么显途 还有商机图 还有雷达图 还有涉及到小听行图 但是的话我们按照我们的大类来看 它无外乎就这么几种 第一个我们要做数据的比较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数据的趋势 那么第三个我要了解数据的分布 那第四点我们要完成数据的构成 第五点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联系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构造 所以它逃不出这么几种类型 那么完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那视觉对象选择之后 你觉得这个是合适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了解到我们整个数据的一个趋势 毫无疑问它选什么 折线图或者多线图以及柱形图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我们的数据的组成 那这时候的话用什么 用我们提到的丙图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希望了解到我们整个一个数据的 就是按照阶段下去的一个比例 那漏斗图是非常合适的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涉及到说视觉对象选择 那么视觉对象选择完毕以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进行我们的视觉对象优化 那么也有相对的一些方法论 其实这个的话我也一展开的话 一共有14步 一共有14步 我们也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来讲 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个报表稍微优化的 让老板看起来的话一目了然 让下面的比如说今天来的是产品经理 他看着一目了然 因为每个人对报表的一个诉求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来的老板他就清楚明了 你要告诉我说明年PPT是可以分享的 有人有朋友问PPT可不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没问题 我们一直都抱着很开放的这个态度 来告诉大家说你可以一直分享 另外的话我们再回到视觉对象当中 就是说你老板可能说 我需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一眼看到 说我要看到的一个点 那这边的话涉及到有highlight和low daylight设置 另外的话就是视觉 就是说怎么样让一些用户呢 就是一眼看过去就能一目了然 这里也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方法论 不然不过这样的方法论的话 我们是在今天不会讲到 就是说我们后续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把那些过一遍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数据八部法 大家有记得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利用我们的数据分析的八部法 来分享一下我们豆瓣电影数据分析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有些朋友的话应该了解过 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 因为在网上百度一下 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也是从网上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是跟着我们的数据分析的八部法 来分析一下这个数据 我从网的数据 然后最终到我们数据报表形成 那么经过的数据分析八部法 这样的内容我们怎么样落地 那么相信的话 这个的话也是很多一些朋友期待的 这一个实际的操作的过程 OK我们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谈评 就是谈目当中提问 OK我们回到这样的一个Power BI的数据分析的八部法 这里大家要记得 就是说你按照这样的一个八部就可以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后续的话 基本上都会和很多的一些客户去讲 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八部呢 你才说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支持 你才能够更清楚顺畅地了解到这个内容 OK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打开我们的一个Power BI BI desktop 我们打开我们的Power BI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豆瓣电影的数据源 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一步 我们提到的多元集成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 它的这个数据非常单一 它就是一个表 就是一个表 对吧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表 那么我们在进行数据导入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个Excel表 那么导入这个表之后的话 有些朋友有很多 我估计这里面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朋友 直接就加载进来了 它就直接加载了 这个的话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也看得到的 就是它这里面的话 比较多一些朋友的话忽略掉Power Query 所以它把这个Power Query的这个内容 直接忽略掉了 直接就进入到DEX连数计算的这个过程 这个的话是非常错误的选择 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分析过程当中 Power Query能够发挥出相当大的作用 能够发挥出相当大的作用 那这面的话其实有很多人忽略掉了 那么前几天我在拜访一个客户的时候 客户就问我 他说为什么我们在Power BI当中计算的结果 和我们另外一套BI的结果计算出来会有差异 会有差异 那么另外的一套BI的系统可能是说 它经过了一些完美的数据的清洗 那么在Power BI当中 它可能只是做了一些基本 比如说清除空格 清除错误 它没有去想到说 基于一个方法论来决定说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要把它删除掉 还是把它要做一个数据的纠正 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OK完成我们的数据 就是集成之后 我们点击转换数据 进入到Power Query界面 Power Query界面是唯一的 这是我们的组件当中唯一是脱离我们Power BI的界面之外的一个界面 注意一下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一眼看过去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眼看过去好像觉得好像只有这里有问题 对不对 只有这里有问题 对不对 千万要注意 千万要注意 这个的话数据的话是基于1000行的这个数据分析 这边只有1000行 那这边的话 你在这边的话可以点击这个基于整个数据级的分析 那么就能够把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内容 来发现有问题 我们会发现 上一时间一共218行错误 那总共有多少行呢 总共有多少行呢 你说我不知道 对不对 总共有多少行 那现在来说我们问大家这个问题 这个数据的容量总共有多少行 有人告诉我吗 然后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其中两列当中数据有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 在Power Query当中出现什么情况下 最容易出错的 其实我们在DEX函数当中的话 其实在Power Query的计算的过程当中 最容易出错的步骤是数据格式转换的这个过程 最容易出错的 那么大家在这里面可以发现说 也有些朋友说 老师为什么我这个泡边没有你这里面下面的这个内容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打开了我们的列的质量的这个内容 如果说你勾选了我们的列的质量 你就知道说大概有些什么错误 那么空的这个数据一共有将近1%左右的这个数据是空的 对不对 有1%的这个数据是空的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告诉你说有560行是空 然后这里面的话是能看到38738总共的数据量 是不是可以看到38738没有 对不对 但是的话我现在来说的话我需要去知道说 而我们的数据到底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里面的话只是给我一个大概 那大家记住一下我们数据清洗的第二步 就是数据的质量分析 那么质量分析究竟怎么分析 那大家可以在这边的话去创建我们这里面的话 一个新的一个圆 然后有一个空查询 那么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叫做table.profile函数 table.profile函数的话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计算出来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的列行 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状况 我们这里面share一 不是shit OK这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数据量 大家就会发现说 上一时间的最小值还有最大值 他都算不出来 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什么原因 他就会说这里面有一个2012年4月23号 这个明显的就不能被转换成我们相对那个时间类型的格式 对吧 那在史上这里面的话 他有两个错误 那有一个8U这样的一个错误 OK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将我们的这个数据 然后做一个纠正呢 首先来说我们发现上一时间还有投票 还有时长是有问题的 那么在整个的数据的样本容量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上一时间和时长的这个数据当中啊 它的整体的这个错误的数据的行数其实并不多 小于1%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说当前的这个数据的话 其实是在足够的样本量分析的情况下 我是可以删除这样的上一时间的 对不对 是可以吗 可以 我们直接点右键 删除我们的样本 错误的内容 然后的话 那个时长的这个内容只有两行有错误 两行相比我们的38,000多行 是不是也可以忽略掉 因为它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样本分析的量的话 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也把它删除错误 那删除错误以后 大家会发现在这里面得出来这个结果 例如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刚才是38738 那么经过我们基本的一个数据的错误纠正之后 我会发现这里面的话一共是38518 那大家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数据当中 还有什么一些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上一时间 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对不对 它的average在这里面没有什么参考性 但是我这个数据呢 基本上也是没问题的 另外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因为它本身是文本 文本的类型的数据的话 一般都不会出现错误 那么名字呢 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 在这边的话会有一个555行的空行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我们在分析电影数据当中 如果说这个列当中 它这个名称当中 它是一个空的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就是空行删掉 对吧 555行占了38,000 大概1.7%左右 但是这个数据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因为对电影的分析的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说这个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去把它保留 直接把它删除掉 OK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操作 我们在这名字这里面 删除空 那么这里面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个删除空 这边还有一个删除空 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说 这两个是有什么差别吗 删除空行和删除空是不一样的 删除空行是代表说 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当中 每一列都是空行 那么删除空的话 相当于在这一列当中做了一个筛选 就相当于把那个空行给筛选掉 那么大家在这边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结果 例子就37963 对不对 555行 又已经被我筛选掉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投票人数有负数 你大家觉得这有没有问题 这明显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的话 时长的话最大值是11500 那如果说作为一部电影来说的话 它的最大值是 我们看过的 通常的电影是 不超过240分钟 对不对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就涉及到说 时长还有这个 时长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 时长以及投票人数 我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筛选 让小于0的这个数据不存在 因为负数的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如果太多的话 比如说负118 负的100 负的112 那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的求平均数的话 会产生相对应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们在这边需要去做一个筛选 将我们小于0的数据去掉 我们在这边的话把投票人数做一个修改 然后大于0 也就是说我们的要求的数据的话 最小值是1 对吧 那另外的话 涉及到说这个时长是要小于240的 因为我觉得一部电影如果说超过了240分钟 基本上没有啊 就是240分钟 然后这样来说点确定 那么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table.profile 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投票人数最小数是6 那么最大是692795 那么时长最小是1分钟 那么最大是238 那么也有些朋友会觉得 时长1分钟是有点怪怪的 其实对我们来说 最早期的电影1888年 那时候1分钟的电影是可能存在的啊 OK 我们现在来说 已经把数据是不是已经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给清洗完毕了 那么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手印地点这样的一个列 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不需要 我把这一点给删掉 因为这一点的话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 第二步我就结束了 就是数据的质量分析 以及数据的清洗 所以说到将来的话 大家可以在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当中 可以不再依赖什么 不再依赖于说我认为 我想 我觉得 所以说将来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 通过table.profile这样的一个函数 能够帮助你了解到你的数据质量究竟怎么样 那现在来说的话 它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你觉得还有必要留着吗 没有必要把它删了它 大家注意在数据分析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当前的这个表啊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试试表 我们叫电影数据 所以我们在学习Power BI分析数据的这个方法 以及它的过程的话 我们要忘记Excel的分析的过程 Excel的话变成一个大表 那么在我们当前的这个Power BI当中呢 它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边标记试试表 因为试试表当中的话 是用来进行我们的数据 统计的这个过程的 那么很少有一些用户说 我要基于维度去进行统计 那这时候你标记为试试表 然后的话我们需要第三步 就是提取我们的维度 那么在这个当前的这个表格当中 我们提取什么维度啊 那首先我们的名字不是一个维度啊 它是一个事实啊 那么我们需要提取什么 类型 那么这么多有三万多行 到底有多少种数据类型呢 我们相对来说不知道 对不对 可能会说我不知道 这个多少种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将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啊 相当于是删除其他列 然后去从 我们一下就能知道说 当前的这个数据啊 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 这个数据类型 31种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剧情啊 喜剧啊 纪录片啊 然后这样的鬼怪的这样一些类型 那么在类型当中我们是可以知道 但是这个的话是以什么 是以我们提到的一个维度 是一个维度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页性 我们叫做维度 那么维度表 那么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示维度啊 就产地对不对 我们有这么多行当中 有现在来说有1000行 那么也有可能有3万多行 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呢 你对如果说希望对于数据 有个全面的把握 那你其实在这里面的话 就需要在维度表当中 把这个数据给弄出来 这次的话一样的操作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操作 也有人喜欢说copy copy也可以啊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产地 删除其他列 然后再把它去除重复项 我们立即就知道 一共有23个国家 然后我们在这边给它改一个 叫做维度表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日期表的构造 那么日期表的构造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在Calendar Dex当中可以 在Power Query当中也可以 Power Query的话 相比我们的Power Period 要更简单一点 你可能写的这个内容更少一点点 我们这时候的话 到底怎么来在Power Query当中 构建日期表呢 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下 我们直接就等于List 点 它是一个列表 List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说 Start as Date 那么在Power Query当中 怎么样标记一个时间呢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Date 然后最早是1888年 1月1号 然后呢 这里面的话一共是6万天嘛 因为从1888年的话 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快100多年了 100多年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的话最后一个叫Duration 那么有些朋友的话不太了解Duration 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你学过开发 就知道有部长这样的概念 我到底是要算加1天 就是加1加2加3 那如果说你将来说 我要算星期 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变成了Duration 它的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日期啊 0 那是日 10分秒 就是说它加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你日期的话 比如说你希望以加7天的方式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7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话点回车 例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然后点击道表的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把这个改成日期 然后把这个格式呢 改成日期表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添加列 然后将我们的年份 月份放在这里 那么如果说有些朋友说 我想知道1888年1月 那这样的一个构造可以吗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的话通过 自定义列的方式 来写一个中文年月 它有个叫date 点 2 text的凯数 在PowerCrate当中呢 所有的操作都是大小小敏感的 所以我一度怀疑 PowerCrate是不是基于我们的python写的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有说 yyyy年 大写的m 月代表说mm月 然后我们就得到我们这样一个中文年月的这个内容 是不是1888年1月就得到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做一个修改 这个的话就是日期表了 日期表是什么表 维度表 因为你可能说将来希望去了解到说 1888年 那么铲除在地在美国的爱情片有多少部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所以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维度的话 它其实都是维度表 那么日期同样也是一个维度 那大家在这边的话 回过头来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将来的话我们需要在日期表 以及我们这个电影数据当中的事实表 构建日期 大家会发现 这个好像 这个是日期时间 往右边点一下 对不对 日期时间 日期表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日期表 才能构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的关系 不然的话你的关系会出错 这个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OK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叫做前面四步了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都是交给我们的 抛块组件去完成 大家千万以后不要一条腿走路 不要一条腿走路 没关系 你可以在后面那个回看的时候 随便看 随便看 也可以 也可以在B站去搜索我的一些视频 都有 另外的话 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我们Power Period的组件了 我们把在Power Period的这个组件当中 它就变得相当的纯粹 相当怎么样纯粹呢 它就是用来做计算 没有什么其他的像 维度表的构造 日期表的构造 我全部都在Power Period里面 全部都 全部都做完了 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它的问题点在于的话 我们在 Power Period的组件当中 只用于 第一步 就是关系的清理构造 第二步 度量值的构造 那么就这两步的话 完成我们的Power Period 这样一个计算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关闭我们的Power Period 注意下我们当前的所有的数据的话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有些朋友的话就有 他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为 他说我们在这里面做了任何的修改 都会更改我们的原数据 其实不会啊 这里面的话做了任何的操作都不会去更改我们的原数据 这个我们要再次重复一下 OK 我们点击主页 然后关闭并应用 那么关闭应用的话 进入到我们的Power BI的这个组界面 那也有些朋友的说 Power Period在哪里呢 Power Period在哪里呢 我怎么没看到 对吧 其实这里面的话 其实在整个的一个Power Period的界面当中 其中它有两个界面来运行 Power Period的计算 那么第一个建立关系是在我们这里 不着急啊 我们最后再给 再给你们讲 怎么样搜索到我 不着急 OK 我们等这个完毕 OK 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 我们的数据的建模这里 那么这里还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会发现日期表啊 它这里面的话会去构造一个层次的日期表 但这个很讨厌知道吗 就是可能你一不小心 你就搞错了 所以说Power Period的话容易 有的时候容易好心办坏事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它自动建立的日期表删除掉呢 其实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我们在选项的设置里面 把这个日期表给它拿掉 就自动生成日期的这个钩 给它拿掉 这个钩给它拿掉 如果说你拿掉以后 它就不会自动的去构造 这样的日期的层次类型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什么方法 就是我们在这个日期表的 这个维度表 点中我们这个表当中 然后有一个标记为日期表 那么一旦把它标记为日期表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它的这个层次结构 立即就被删掉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日期就被 立即就删掉了 所以它内建的日期表 其实有的时候的话 会非常消耗我们的机器的内存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要么你就在这边 不要去开这个设置 要么你就记得标记一下日期表 那么标记完成以后的话 它就会自己就把这个 内置的日期表给删除掉 因为内置的日期表 有时候非常消耗我们的资源 包含我们它的算法 可能是说每一秒 它都会计算 比如说15.01分1秒 15.01分2秒 那这时候也算进来 你会发现它非常消耗我们的资源 所以说大家记得 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五步 那么第五步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大家会发现名字一样 名字一样 然后类型一样 因为它都是文本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的话 它就会自动的建立关系 自动的建立关系 但是我们这会发现 日期表当中没有建立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话是日期 这个叫上映时间 那么Power BI的话 不会在这时候的话 会去建立关系 因为它到现在来说还没那么智能 它觉得说这个之间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在建立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不要 最好是不要使用这个管理关系 建立关系 我发现我的有些客户 喜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立关系 那我觉得说这个关系 这种方式不好 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你拖嘛 就直接把它拖到这里面来 来告诉它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再去检查一下它的关系 类型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文本类型 文本类型没问题 那这个的话 也是文本类型 文本类型没问题 那么在这个表当中的日期和我们的上映时间 都是我们的日期的类型 没问题 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第六步了 进入到我们的第六步 那第六步是什么 第六步是什么 第六步的话就是我们的度量子的构造 那涉及到度量子的构造的话 你应该怎么去构造度量子呢 那这一步第五步的话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那么你在构造度量子的结果 通常来说结果都是错误的 结果会出错 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第六 第五步是第六步的基础 第五步是第六步的基础 如果你关系错了 你接下来的话同样不会正确 OK 现在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五步了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完成我们的第六步 构造度量子 那么有些朋友的话 其实在我之前的一些视频 还有 不见度量子 我不见度量子不行吗 我有时候的话 针对这样的一些言论有些无语 有些无语 为什么 他说我直接拖拉拽就好了 我说你的问题在于你的数据太简单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发现有些老师教的这个内容实在太简单了 一个表当中可能就是七八四五列 那么这时候的话做一个数据分析 就变得非常简单 但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 可能会涉及到说 有个七八列 十几列 那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 你可能需要把这些维度单独的提取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应该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去构造一个度量子 因为将来的话 涉及到说多个条件筛选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用我们的列 有的时候算不出结果 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同比环比 大家觉得用列 你能算得出来吗 算不出来 而且他们有时候写的公式 直接让我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说什么 OK我们在建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度量子的话 大家也需要去注意 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 那么我们到底是要把我们的度量子存在什么地方 那么也有些朋友的话很困惑 他说我是存在视频当中 维度表当中 那么曾经我在就是 油管看过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Dex Patton 那个作者说的一个视频 他说最好不要把这个 你的度量子放在40表 也不要放在维度表当中 你要放在什么 度量子表当中 那么这里面的话又存在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我究竟去哪里找这个度量子表 我找了一圈 我都找不到这个度量子表在哪里 其实它是你自己建立的 你自己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字 我们怎么去构造我们的度量子表呢 这里面的话点击输入数据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我们就叫度量子 它是一个空表 注意一下它是一个空表 我们就叫度量子表 那么空表的话直接加了就好了 因为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数据 那注意一下这里面的话 Power BI的话有可能会好心帮你搬换设 它看到这个里面 其他的表当中又有这样的一个列 然后名称又一样 那么它就会自动的把它给它关联起来 这时候的话 如果说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都要把它删除掉 因为度量子表它本身是用来存度量子的 不存任何的内容的 所以它不需要去跟其他任何表发生关系 OK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进行我们的度量子计算 那么首先来说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需要去了解到我们当前的电影有多少部 那电影有多少部呢 这个怎么算 有非常多的算法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算法 可以去了解到说 我们当前的这个电影有多少部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Count Rows 那我们为了方便 基本上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度量子当中 都套一个我们叫Calculate 我们叫做 这边我们叫电影数量吧 然后就等于什么Calculate 然后把这个Count Rows U-N-T-Row 这里面它算的是一个 所以我们把电影数据事实表当中的所有的一些行都算出来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的电影的数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算它的评分值 那评分的话 这里面也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评分值算的是平均值 而不是说总计值 你如果说将来算出来的话 发现总计值你把中国的这个总计 那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将来算电影评分的话 它是一个平均值 电影评分 Calculate Average 然后我们把这个事实表当中的一个评分 给它算出来 那么碰到这里面的话 也有一些朋友的话 其实就在学Power BI碰到一个比较大的困惑 这前面几天 应该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话有个学员说 提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很点 在学习Power BI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他把Power BI当成Excel去学了 比如说Excel的话 我如果说这里面有一列的数据 是我们的销售的额 另外的话是我们的年份 还有我们的地点 他说我想知道说东南西北四个区当中 比如说东区的第一季度 它的销售额是多少 那么我们知道在Excel的计算的方式 它这边可能会加上两个条件 但是在我们的Power BI当中的话 我们不需要去建立那么多度量子 我会发现有些人的话 就是东区一月份建一个度量子 东区二月份建了一个度量子 东区三月份建一个度量子 不需要 那么我们尽量的话 就在度量子它是纯粹一点 它只是做一个计算 那么计算结果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按照我们的筛选器进行筛选 所以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 他提的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个度量子 是什么 就是投票人数吧 投票人数 那么就等于什么 Calculate 然后用的是Average 比如我们在这边的话 都是用的是 不是用的SUM 用的是那个 都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时长 电影时长 那么就等于什么Calculate 然后的话就是Average 因为这个的话也是算的是平均值 而不是算的是总数 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的度量子 还有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我们会在演示的 最后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大家关系的一个同比 比如说我怎么算今年跟去年的一个同比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点的话 我们基本上度量子都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将来的话 需要在一个报表里面展现出 这个数量 电影的数量有多少 你用什么视觉对象就合适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我们所提到的第七步 选择合适的视觉对象 来做数据的展现 那我们知道趋势图的话 就用折线图 对吧 但是我们单一的一个数据的展现 我们就用卡片图来做一个展现就够了 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现 整个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量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电影的数量放在这里面来 这时候的话就可以看到38000 因为它做了45入 我们可以把它45入去掉 3837836部电影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想了解到 整个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趋势 到底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用一个折线图 那么折线图的话 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折线 在我们当前的年份当中 按照年的横着为年 然后中轴的电影数量是为Y轴 那么这时候的话 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说我想知道说按照年份 这个我们每个电影的 这个评分大概是多少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直接把电影的评分 往这里辅助Y轴一放 那么这时候的话就会发现 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1962年 1924年的电影评分是最高的 那么然后逐步的下 随着年份逐步的下降 那么到2016年的话 整个电影评分是5.83分 那么有些朋友的话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会产生这个结果呢 我们能不能知道说 这个电影评分的话 是哪些国家的电影会比较差呢 那这时候的话涉及到切片器的引用 那切片器的引用 我们就用切片器的筛选器就好了 然后再看一下类型 那么在切片器当中的话 我们把这个国家 就是产地放到这里面来 那所有的切片器的维度的话 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切片器当中 把我们提到的类型 放到这里面来 那是不是就说 我想知道说 阿根廷这个国家 它的产片 它的量比较少 最早的是1958年 当然这个的话 是在豆瓣电影上的数据要准 还是不准 我不确定 我只是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来做 给大家做例子 那么大家会发现 这个阿根廷电影 还评分还挺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电影的评分 它的这个电影的一个走向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中国的 那么这时候的话 大家会发现 就是美国的电影的评分 还是比较好的 那评分的这个 大概是6.52分 那么最低的评分 大概是在1913年的评分会比较差 而且这时候评分的是要两部电影 那但是美国的电影的这个 它的数量是比较符合整体的一个曲线 假设我们这里面把它拿掉 大家是不是觉得它看起来还是比较符合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中国的电影 那么中国的电影的话 我们可以说用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对吧 那么到2016年以后的话 它的这个电影的评分是掉到了4.74分 那么在1905年的话 还是8.40分 我很好奇这部电影是什么 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分数 那么也是中国的 应该是算是第一部电影吧 然后第二部电影也是1922年8.1分 然后就是在1962年有一个顶峰 然后逐年下降 那么我们想知道在中国的话 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电影会 那个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中国的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的话 屏幕还比较高 那么一定不是科幻电影 那一定是什么电影呢 爱情电影 哇 爱情电影是惨不忍睹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掉到了4.32分 OK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 因为时间的话也快到了20 我最后给大家来讲一下同比计算 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学炮BI里面的话 的朋友的话非常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算同比 那同比的话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说你要构建日期表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构建日期表的话 你只能按照Excel的这种方式来计算 那我记得我在给一个用户做线下培训的时候的话 问一个问题 他说我问大家有没有人认为我们的数据的计算是与时间 没有关系的 然后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认为没有 然后我就告诉他其实是有的 因为不然的话你怎么算同比和环比 你拿着像Excel一样计算 那就是有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将来的数据 这就要说类似于2020年1月 2020年2月 那么如果说你希望你的数据能够动态的一个扩展 你一定要构建一个日期表 同时把你的这个数据通过日期的这种方式来构造 OK我们先来说回到我们的这里面来 来创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度量子 我们新建一个度量子 我们叫做去年 就是它这里面本身就算去年 去年电影数量 这就等于什么 去年电影数量就calculate 然后我们直接调这个目前来说电影的数量的度量子 然后呢我们再用DataArt 然后在我们当期的日期表当中的一个维度当中 日期 负1 然后这里面的话第三个成数就是我们的年份 就是表示去年的 因为这样来说才能算得出同比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算出的去年的这个数量 那么去年的数量算出来了 我算同比怎么算呢 注意一下这边的话有些朋友的话是这么算的 同比 然后这边写上一个去年的 今年的电影数量减掉去年的电影数量 然后再除以一个去年的电影数量 当然这边会有个括号 那么大家在这里面的话就没有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种计算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有可能会涉及到说 那一年如果说正好在前面的一年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数据怎么办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话就是2020年1月1号 假设去年2020年2019年的1月份正好没有数据 那去年就是零 就是零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最好的方法用的是Divide 安全处方 这里面就叫安全处方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的分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当前的今年的电影数量除以减掉我们的去年电影数量 然后分母是去年电影数量 如果出现错误的话我们把它复制为零 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得到我们的去年的一个同比 注意同比的话它的格是什么 百分数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先把这个数据的报表给它拿掉 就是电影的评分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筛选器给它拿掉 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将当前的这个去年的电影数量给它放在我们当前的这里面来 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说它会往右边偏移一位 也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值啊 它其实代表是2017 它算的是2016年的数据 也就是最往右边偏了一位 那如果说我们将来想知道同环比的话 那其实就是放在我们的辅助当中 同比计算辅助歪轴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它的一个同环比 在同样的一个数据当中 就已经完全能够展现出来 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整个的一个案例啊 那一共是花了将近一个小时25分钟 那么其他的话我们这个数据啊 可以有待大家自己去发掘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算 年度累计 我们想知道按照年度累计的话 每一个片子的话 就是按照年的这样的方式 展现出来它的一个走向的一个趋势 是什么样 每个月的趋势是什么样子 但是那个的话 由于我们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可以在课后自己去看啊 自己去发现 那我们接下来说想了解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老师这边的话他们有一些问题 稍等 第一个是B站的朋友在问说 维度表需要多列关联的话 是不是不能在Povet阶段建立关联 维度表的话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目前来说建立关联的话 仅仅是在Povet阶段进行关联 那么这里面的话 如果说你涉及到是多列进行关联的话 其实大家注意一个坑啊 我曾经就有学员犯过这样的一个毛病 他觉得说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维度表 他这个表和这个表之间是两列进行那个关联 他就把这个列这个日期拖上去以后 又把另外一列拖上去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需要去利用我们这样一个两个字段 构成一个唯一的字 然后进行关联 这样来说才是对的 所以刚才提到的问题是不能 一定是在Povet阶段进行关联 这是第一个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你要把这个数据能做成一个一对一的关联 明白了吗 所以这是回答你的这个两个点 好的 同样这位小伙伴还问了一下说 可以再看一下同比的公式吗 同比的公式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就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桌面上看到的就是同比的公式 就Divide函数我们叫做安全处法 因为为什么要安全处法呢 因为假设说你的公式是2018年开的 那如果说你正好我们要倒回去看2019年的这个同比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那么选中的这个筛选器就是卡 那个叫什么叫做我们叫做卡 叫这个切片器如果选中的正好是2018年那么2018年的话其实前面是没有值的那你这时候的话计算结果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为什么要用安全处法的原因 那另外的话设计到去年的电影数量的话 因为在微软针对我们的时间智能击数当中的话 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 OK 注意一下这两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第一个是去年的电影的数量 然后同比这种算法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OK 前面小伙伴可能还是针对这个问题没看清 我先问了一下就是他问了一下是如何提取年月日的 然后他是问两个日如果事实表有两个日期的话他们需要计算怎么办 事实表当中有两个日期需要进行计算 那很简单就是在这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PowerQuare里面来进行计算 也可以在PowerPivot里面进行计算 这个是没有问题 PowerQuare的话只是他计算的这个方式 是不一样的 那我再讲一下怎么样提取我们的日期表 那这日期表的话构造的话是 第一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list days函数 那么第一个数据是构造我们第一个起始日期 然后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构建多少个日期 多少个日期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涉及到说 不长 因为你可能涉及到说我就是要每隔一天 还是每隔七天就是我算一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的话你添加这个年份的话 其实更简单 就是直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添加列 然后我们点选中日期行 然后再年月日都有 OK 结束了 感谢老师的解答 这位小伙伴后面还有继续追问是说 没办法一对一的话 必须多列关联 是不是只能写DEX了 不一定啊 就是没办法一对一 只能多列关联 你把多个列组合在一起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也有一些小伙伴问 他说这个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能做得到这样的多列关联 是一对一 那你就把这个利用一个组合方式 把这样的列组合在一起 那么就可以形成一个一对多了 好的 然后其他小伙伴还有一些问题 是活动型有位小伙伴问 怎么用分解数这个可视化对象 做出杜邦分析图 有什么思路可以分享吗 这个的话 其实杜邦分析 用那个分解数 做杜邦分析图 比较简单 其实他的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包含用 现在这个场景 其实也可以用分解数 这来做 但是当时的分解数 其实做起来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直接用一个分解数 我看一下在哪里 不过也没关系 我这里面回答一下 就是说其实 你做杜邦分析图 这个方式的话 首先第一点的话 你的关系要构造完成 就是说 如果说你涉及到说 将来有个多个表的 这样的集成 你记住它 你跟它的之间 是要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并且是可以传递的 比如说我们将来的话 涉及到说 城市地区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如果说希望 首先第一个是地区的 然后再到城市的 你必须关系 必须是一对多 然后城市到我们的市值表当中 也是一个一对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层次的数据的关系的话 必须是可传递的关系 就可以做 那如果说你的关系不能传递 那就做不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 把它在这里分别处 那比如说我们想知道 在这个地方分了解一下 我们整体的这个电影的数量 对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再把我们相对应的一个年份 放在这里面来 这不对啊 年份应该是在这里 我弄错了 我好久没有做这个分解数了 首先一个电影的数量 然后年份 是应该这里吧 然后一拆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年 按年的话 它就整个的话把它区分开来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 你比如说我们想知道 产地 然后你可以再往下面拆 但这个的话 结果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分解数的话 其实难度 其实并不是非常高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的话 就是当前的这个数据 它之间是 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你再把这个类型 往这里一看 是不是也可以啊 就比如说你要中国的 类型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这样来说就可以了 所以它分解数其实并不难 并不难 OK 不知道回答了这个 所有的问题 数据员到时候能不能回 分享一下 可以啊 你在百度里面就可以找得到 我们这个也是百度找到的 前面应该是 小伙伴也是提问了 做了一些补充 然后老师这边暂时也是解答了 OK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 如果说有些想法 就是说希望看到我一些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去 就是扫码这样的一些屏幕上的 这些内容包括抖音视频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基本上都在屏幕上 那抖音号的话 基本上我现在来说也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PowerCrate 从入门到京通 那这本书是北大出版社一起出版的 目前来说你可以在京东 或者当当搜索到这本书 那么我在抖音上 基本上每天会分享 某一个章节的一个阅读 所以你对PowerCrate有兴趣的话 欢迎扫描抖音 或者去京东和当当 去购买这本书 那其他的就没有了 那今天的话内容就到这里 那么大家拜拜 好 老师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